美国的保险公司可靠吗?会不会倒闭? 如果倒闭了怎么办? 因为人寿保险产品都为中长期计划,所以客户们由此担心是很正常的。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,几乎每个人都对保险公司有疑问,担心他们会倒闭。 毕竟,有100多年历史的华尔街金融翘楚雷曼兄弟说倒就倒了。 但认真分析一下,保险公司比银行更可靠,更不容易倒闭。 你在银行存钱,一有风吹草动,人们就想把银行的存款提出来,这就形成挤兑。 如果挤兑成风,超过银行的应急储备,银行就会倒闭。 而保险公司很难发生像银行一样的挤兑事件,所以保险公司的风险系数比银行要小很多。 此外,保险公司还有非常多层次的保护。 第一个层次是,三大信用评级机构,标准普尔,汇域,慕迪,会对保险公司进行全面审核,包括保险公司的理赔能力, 过去若干年的财务实力和是否有足够的储备金。 第二个层次是,保险公司都会自己去买保险,相当于自己也有一把伞,叫再保险公司。 保险公司可转移一些风险到再保险公司,共同承保一些客户的保单。 这样的话,保险公司的风险就给分散了。 第三个层次是,保险公司之间可以实现兼并或合并。 第四个层次是,保险公司在全美国50个州销售需分别获得销售执照,并建立各州的担保基金。 如果某保险公司要倒闭了,会有另外一家保险公司接管,由担保基金负责担保。 总之,美国的律法、保险法层层管理非常成熟,只要是储备金足够的保险公司,到目前为止没有倒闭的,所以消费者不必担心。